巴黎冲突至中东地区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是许多国家都不愿意沾手的火药桶。 但是近来美国却冒天下之道不为公然支持以色列,还将驻以大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彻底激化了两国之间的矛盾。 自此之后,巴黎两国在加沙等地区的武装冲突就没有停止过,当地的哈拉斯组织在伊朗的军事援助,下不断空袭以色列边境地区。 但是往往紧接着,就会招致来自以色列的巡星暴富,双方在你来我往的试探中打出了真火。 据媒体报道,8月8月夜间,哈马斯向以色列方向发射了至少70枚火箭弹,虽然当地部署的爱国者等防御系统全力拦截,但最终只成功拦截了11枚,绝大多数都正中以色列本土。 随后以色列军方很快就展开了复仇行动,出动多架战机对加沙地带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双方具体的伤亡情况还未对外公布。 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紧张的对峙,美国重启了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制裁,还向波斯文以及阿曼湾海域派出大量的军舰将霍尔木兹海峡团团围住。 而伊朗也向美国划下了红线趁越阶级开战,因此有人认为哈马斯的此次行动很有可能是伊朗在背后之势的,目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先拿以色列开刀向美国示威。 如今战争的阴云已经笼罩在整个中东地区上空,每一双方都早已是整个带弹,一场大战即将到来。 2-3-3-3-4-5-6-4-5-6-8-7-9-9-1-2-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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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